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弹 紧急降落 诶 爷爷奶奶 你们来了 诶 我的玩具呢 来来来 这个给你啊 谢谢爷爷奶奶 啊 是玩具熊 对啊 这个是最新可以录音的玩具熊哦 小刚 你来试试看吧 哦 谢谢爷爷奶奶送小刚的礼物 怎么样 好玩吗 小刚啊 那你慢慢玩 我们去找你爸爸妈妈咯 哦 好 可以录音的玩具熊 一点都不好玩嘛 继续我的太平洋空战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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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刚 后天你表弟要来住几天哦 你去把你的玩具街整理一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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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h 啊哟 它跟玩具一起睡就好了啦 干嘛还要整理呀 你的玩具已经多到堆成衫了 早就应该要整理了 别玩电动玩具了 现在赶快去 哦 好了 看我的废梯 毕竟来一拳 耶 胜利 小刚 不要玩了 赶快整理哦 我等一下要来检查 哦 好了 这个手断脚断的 丢掉 这个金刚的头断了 丢掉 这个玩具熊超难玩的又不能录音 都丢掉了 反正还会有新玩具 这些烂东西就丢掉吧 留这台超级战车 小刚 你是在玩 还是在整理啊 怎么还是一座山啊 我有整理啊 你看这边 都是要丢掉的 这不是你爷爷奶奶上礼拜才买的生日玩具吗 你怎么把它给拆了 因为 因为它坏掉了 所以我就把它拆下来 研究一下它的构造啊 小刚 你这样子真是太浪费了 一点都不知道珍惜 我罚你三个月内不准再买玩具 哦 妈妈 为什么 这些都坏掉了啊 你现在赶快把这些不要的玩具整理好 放到后院的回收区 哦 小刚啊 你怎么把玩具都搬出来了 没有啊 这些都是要丢掉的玩具 丢掉 这些不是都还狠心吗 小刚 我跟你说 爸爸小时候啊 家里没钱可以买玩具 一直到我十岁生日那天啊 爷爷才送了我一台火柴和小汽车 我每天都抱着它睡觉 坏了就动手修 结果一直留到现在呢 是客厅的那一台烂烂的小车车 你就是因为啊 大家给你太多东西 所以才不懂得珍惜 我知道了啦 反正妈妈也不准我买玩具啊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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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大炮得厉害 只剩下一台战车 超无聊的 好想那些以前玩的金刚跟飞机哦 有了 我想到了 明天去把它们要回来好了 小花 上次我给你的那个跑车 可不可以还给我 不要 哪有人给了东西又要回来的啊 拜托 你家的玩具多得跟山一样高耶 怎么会没有玩具玩呢 哄 不还我就算了 太好了 大家都回来了 快点来跟我玩啊 我不要 因为你把我的手弄断了 好痛哦 你走开 把我的心脏还给我 我的轮胎呢 我不能动了 怎么办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哄 你这个爱搞破坏的小孩 现在太可恶了 大家一起发射飞弹 看我的X超炫光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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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刚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怎么眼睛这么红啊 我 我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我的玩具回来找我报仇 报仇 对啊 他们每一个都很伤心难过 都说是我害他们的 那你觉得呢 以前我都不珍惜他们 我是乱丢就是乱摔 所以一下子就都全坏了 嗯 那该怎么办呢 我答应你们 以后我会好好爱护玩具 不会破坏 也不会爱乱买玩具了 很好 这样才是乖孩子啊 嗯 既然这样啊 那这个就送给你吧 哇 这是男型的金刚啊 好炫哦 这是你爸爸从你那些 不要的旧玩具里 找零件重新组合的 没错 这就是要告诉你 坏掉或旧的东西 只要再整理也可以成为新的好东西哦 嗯 我知道了 谢谢爸爸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珍惜玩具的 嗯 很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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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Men kinda sozusagen 那他喜欢 Wish 小哈 哎呀 香qua аю呀 哎呀 今年春天没下雨 什么都撞不出来 再这么下去没收成啊 我答应人家要还的钱 又叫不出来了 刚刚好像有东西闪过 我快去看看 原来是一只小野燕受伤了 真可怜啊 我看看啊 你左边的翅膀骨折了 一定很痛吧 我不哭啊 我马上带你回家治疗 小爷爷呢 会有点痛 要忍耐哦 只要敷上我家祖传的草药 保证你很快就痊愈了 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等伤好了 你再回去找你的同伴 那么我去工作了 晚上回来再帮你换药啊 过了一个礼拜了 你的伤应该差不多好了 我们来试试看你能不能飞吧 太好了 你可以飞了 赶快去找你的家人吧 记得要小心点别再受伤了 我的眼睛是不是花了 我的眼睛是不是花了 这几天下雨 我没来田里施肥耕种 怎么会找出南瓜呢 哇 而且一个比一个要大 真是太奇怪了 老天爷啊 谢谢你可怜我 让我有南瓜可以卖 这样我就有钱还债了 我昨天算是四十个 怎么今天剩下二十八个 难道说有小偷 惨了 原本把四十个南瓜卖掉 才能还债的 可是现在 哎呀 昨天偷的南瓜实在很好卖 今天再来偷几个吧 哎 奇怪了 我的刀子怎么不见了 算了算了 用手拔好了 哎 哎 救命啊 哎 好痛啊 来救救我 哎 哎 可恶的小偷 竟然敢偷我的南瓜 哎 老婆 哎 对不起 对不起 可不可以先叫这些爷爷 不要再啄我 哎 好痛啊 小爷爷是你啊 哎 我想 这里的南瓜 应该也是你帮我种的吧 没想到 你竟然会报恩 谢谢你 小爷爷 至于 你这可恶的小偷 我 我是逼不得已的 因为我做生意失败 所以 生意失败也不能偷东西啊 应该更努力的去找工作才对 因为我妈饿了很多天都没吃东西 所以我才一时起了贼心把南瓜偷走 求求你老婆 原谅我吧 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您的损失 好吧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悔改的份上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你老婆 既然没有钱可以还我 那就从明天开始你来帮我采收南瓜到市场卖吧 没问题 要不是看你一片孝心啊 我早就报解了 谢谢老婆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阿云 还好有你帮忙 今天才有办法采收完所有的南瓜 应该的 老婆 谢谢你再过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而且你种的南瓜真的很好吃 我妈吃过之后再不绝口呢 其实啊 要谢谢小爷爷帮我撒南瓜的种子 没有它们啊 我什么都没有 老婆 你别担心了 待会我去市场 一定可以把南瓜卖个好价钱的 老婆 我回来了 你赶快把这些钱拿去还原吧 怎么有这么多钱呢 你该不会要去偷东西了吧 没有没有 我今天卖南瓜赚了很多钱哦 可是 南瓜应该不值这么多钱啊 哦 是我把还没长大的小南瓜做了竹台 一起拿到市场上去卖 结果南瓜竹台一下子就卖光了 真的呀 没想到你这么有生意头脑啊 之前 是我不懂得脚踏实地工作 经过几次教训之后 我发现只要加上一点点创意 即使是种南瓜 也可以做大生意哦 我没看错人呢 还好那天我没报警 要不然就埋没你真正的才能了 老伯 老伯谢谢你 除了南瓜竹台之外 我还有想到一个东西哦 哦 是什么 就是南瓜灯啊 我跟你说 老伯 如果我们把南瓜灯 稍微设计一下 再拿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